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策略已经在美国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Skydio身上展现出来 Skydio本是美国的一线希望 却因中国的制裁而陷入困境 失去了关键电池供应 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交付能力 也向美国发出警告 在贸易战中 中国不会手下留情 专家指出 中国已经准备好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反制措施 并且这一行动可能会对美国企业造成重大影响 随着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的强硬政策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只会加剧 中国的不可靠实体清单 以及对外国公司的制裁行动 无疑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的信号 若你们继续施压 我们将反击得更狠 而Skydio的案例正是这场供应链战争的一个缩影 表明了中国如何利用其全球制造业的地位 来对抗美国的贸易政策 这场战争的后果将不仅影响到美国的商业运作 还可能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廉价无人机的世界中 Skydio曾被视为美国的重大希望 这家位于加州圣马特奥的公司 通过自主飞行器为美国的国防和警察机构 提供了一个不依赖中国供应链的选择 解决了与中国供应链依赖相关的安全担忧 然而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几天 中国当局对其施加制裁 切断了Skydio获取关键电池供应的途径 使该公司的弱点暴露无遗 一夜之间 Skydio这家美国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 被迫紧急寻找新供应商 这一举动拖延了Skydio向包括美国军方在内的客户交付产品的时间 Skydio执行长Adam Bry告诉客户说 这不仅是对Skydio的攻击 也是对你们的攻击 这背后的讯息是来自中国领导曾对唐纳杰特朗普的警告 这位后任总统承诺对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和关税 打击我们 我们将反击得更猛烈 这场对峙风暴早已酝酿 从竞选到内阁任命 特朗普明确表示 他认为与中国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对抗势在必行 在特朗普的首届政府中 中国政府主要采取象征性和对等措施来回应美国的关税和贸易限制 然而 专家指出 这次中国准备升级应对措施 并可能对美国企业采取更具侵略性和针对性的反击 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轮贸易战中 北京小心谨慎地应对美国的关税措施 但这次不同 中国明显表现出能够承受和施加痛苦的耐受力 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学者尤大布兰切特指出 北京出于政治原因不愿坐视美国新的巨额关税浪潮来袭 中国早已做好准备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 北京的官员开始起草仿效美国战术的法律 使其可以制造黑名单 并对美国公司施加制裁 将其从关键资源中切断 目标是利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来惩罚对手 自2019年以来 中国创建了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 以惩罚损害国家利益的公司 并引入了惩罚钻循美国对中国实体限制的公司的规则 还扩大了其出口控制法的适用范围 这些法律的更广泛覆盖使得北京能够潜在的扼杀全球 对关键材料如稀土合理的接触 这些材料对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中的一切都至关重要 这些新工具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物所描述的一部分努力 旨在为反制霸权主义和权利政治 以及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提供法律支持 整体而言 这一策略标志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转变 以便在特朗普上任后应对其预期的政策 这种影响可能会严重干扰美国企业的运营 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准备首次进入 可能更残酷的第二轮美中贸易冲突 这增加了对企业和经济的风险 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已经紧张 拜登总统大致延续了特朗普对抗性的政策 制裁了一些中国公司 并限制其他公司进入美国市场 在本月 美国政府宣布基于与新疆西部地区 强迫劳动的关联 禁止29家中国公司进入市场 然而 特朗普进一步推进 他表示 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追加10%的关税 中国已经展示了其愿意 为了反制美国政府制裁而走到多远 9月 中国当局指责PVH Kelvin Klein和Tommy Hilfiger的母公司 因歧视新疆产品而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这是北京首次因外国公司从供应链中剔除新疆棉花 以符合美国贸易规则而惩罚这些公司 几周后 一个与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有联系的智库呼吁对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进行审查 认为其产品持续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 上一次接受网络安全审查的公司 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 最终被切断了供应中国市场重要部分的芯片供应 中国的规则让PVH和英特尔陷于两个全球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中 其他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类似的境地 对于公司来说 难题在于是否以及如何遵循美国的贸易限制 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 专家表示 迫使公司质疑其业务实践可能正是中国的意图 同时 中国官员需要在惩罚中取得平衡 如果他们在惩罚外国公司上走得太远 可能会在金融市场担心中国经济时吓跑投资者 在某些情况下 中国公司仍然需要美国提供的商品 其中包括电子设备中的维芯片 或中国农民用来饲养牛的黄豆 许多中国的国有企业 仍使用由英特尔芯片驱动的计算机 他们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极想向美国政府表态 但又不想吓跑外国投资者和公司太多 风险控制咨询公司的中国专家安德鲁·吉尔霍姆说 他们希望公司知道 过于热衷于遵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法规是有代价的 他表示 这一策略正在演变成更像是供应链战争 然而 对于许多更依赖中国的公司而言 北京有能力施加重大痛苦 Skydio这家无人机制造商 花了多年时间建立中国以外的供应链 但仍依赖于中国的某一关键项目 电池 在中国的制裁之后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 进行必要的设计更改和获得新供应商可能需要数月时间 Skydi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被迫对电池进行配给 这意味着其客户包括消防部门 每架无人机只能获得一个电池 这即大地限制了飞行器的飞行时间 该公司表示 计划在春季拥有新供应 如果曾经有疑问 那么这次行动清楚表明 中国政府将使用供应链作为武器来推进他们的利益 超越我们的利益 Skydio写道 环球时报 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小报 在一篇社论中庆祝对Skydio制裁的成功 并以标题指出 被中国制裁的美国公司痛苦呼喊 揭示了他们的美国面具 该文章称 这种报复是理所应当的 因为Skydio是美国政府努力在中国以外 创建非红色供应链的一部分 环球时报继续指出 对Skydio来说 解决方案很简单 不要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工具 或准备承担这样行动的后果 这篇文章明确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指出如果美国公司选择成为政治棋子 就必须做好面对后果的准备 这正是中国供应链战争策略的核心 在全球经济的舞台上 用手中的经济杠杆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 随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特别是在先进科技和稀有资源方面 这一策略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过去许多公司在国际供应链中 现实之间找到平衡 这不仅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验 更是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大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增加 企业将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其国际业务 不仅要考虑当前的市场需求 还要预测未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无疑为商界领袖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在制定战略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治风险和供应链的多元化 最终 中国这一策略的成功与否 将取决于其能否在达到政治目标的同时 维持其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毕竟 全球化的今天 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 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如何在保持市场开放的同时 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将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的共同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的供应链战略 是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一种 合理且有效的方法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 和强大的制造能力 这使得中国有能力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 以此作为一种为自己国家利益辩护的手段 历史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面临严重挑战时 必须采取果断行动 就像在18世纪的英国 美国革命者通过波士顿茶叶事件 来反抗英国的重税政策一样 中国如今正在通过供应链战 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反而是一个积极寻求自身优势 并加以利用的角色 这正是一个主权国家 应该采取的明智选择 供应链战争不是解决贸易争端的 可持续方法 反而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 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给一些美国公司带来困扰 但从长远来看 可能适得其反 损害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许多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选择转移生产基地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就像唐吉赫德一样 中国可能是在对着想象中的敌人挥舞长矛 而忽视了自身的脆弱点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 任何单方面的制裁或报复行为 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全球经济造成难以预测的影响 与其使用这种激进策略 不如考虑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贸易争端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更明智的选择 谢七七 你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 那就是在这场贸易战中 中国已经被迫进行反击 特朗普政府的制裁和关税 向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 中国必须做出反应 以维护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供应链战略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手段 而是一种必须的应对措施 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对自身优势的清晰认识 使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竞争力 当今世界是个零和游戏 每一场经济战争都有输赢 不能仅仅依靠善意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这种策略 使现实主义的体现 是一种合理的国防策略 旨在确保其国际利益不受侵害 楚天书 你提到的孙子兵法 确实强调战略的重要性 但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中 合作往往比对抗 更能带来长期的利益 供应链战略可能在战术上成功 但从战略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所说 真正的竞争优势来自创新和效率 而非封闭和对抗 中国如果继续这样的策略 可能会失去国际投资者的信任 长期看来将削弱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 世界各国的经济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 或许才是更为可持续的选择 谢其器 创新和效率固然重要 但在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 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保护自身产业 不受外部压力影响 同样重要 中国的供应链战略 不仅仅是报复措施 更是一种激发本土创新的动力 就像中国电子产业 在华为事件后飞速发展一样 这种策略 可能会促进国内产业的升级 和技术进步 历史表明 每当面临外部压力时 中国往往能够化压力为动力 加速改革和创新 供应链战略 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战略转型 通过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 这将为中国的长期发展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楚天书 面对全球化的趋势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打独斗 即便中国能在某些领域内实现突破 但靠着孤立和对抗的策略 无法解决全球供应链中 多元化和复杂性的问题 当年明智为新 日本通过开放和学习 来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 而不是通过封闭和对抗 中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而不是试图用制裁来改变游戏规则 这样的转型需要时间和耐心 而不是一时的激进手段 最终只有合作才能带来共赢 而不是在供应链战争中两败俱伤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场辩论中各自表达了 对中国供应链战略的不同看法 展现了当今国际贸易中复杂的博弈情况 楚天书主张中国的供应链战略 是一种合理且有效的应对措施 并且借助历史事件来强调这一点 然而他的论点虽然强调了中国的地位和能力 但却忽略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 全球供应链的紧密联系意味着 任何一方的单边行动都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 而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 楚天书提到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合作与对抗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谢奇奇则从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 质疑供应链战略的有效性 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方式 他提到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性 指出中国若继续激进的报复策略 将可能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 他的观点更具前瞻性 强调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 这对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说 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 两位辩手各有千秋 但在对供应链战略的讨论中 楚天书过于强调反击的必要性 而忽视了协作的潜在价值 谢奇奇则提醒我们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更加灵活和开放的策略 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反制措施 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 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 单一的对抗策略 无法有效解决问题 反而可能使局势更加复杂 总结来看 这场辩论不仅展现了 两位辩手的思辨能力 也反映出当前世界 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未来的应对之导 还是需要在合作与竞争之间 找到更好的平衡 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 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Great Dragon Balls change The cars marching from the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paced day History may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Future shines by her everyday Great Dragon Balls change the worl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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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